音乐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K 有段长时间也没有出片 我自己最近比较有空 又可以出片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水推介》 说也没有那么快 又来到八月 英超下星期就会开罗 预计今季有好几支球队变化应该会比较大 包括车路士、热刺和曼联 这几支球队上季各球数据 我自己觉得未来参考性都没那么大 在头几轮的比赛这几支球队 先观察他们的表现 有他们的比赛暂时就不适合下来 相反阿仙奴和曼城 我预计他们今季战术上不会有太大变化 上一季他们的角球也是偏少 我们来看看他们今季会不会是一样 尽头一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直接加入我的Telegram群组 因为有很多即场推介我只会在Telegram会员群组公布 请大家多多支持 其实这个星期未开季 所以未会有欧洲联赛推介 我刚才也说过 其实我自己建议每一季季初 投两轮比赛 都只是适宜 是小注试一下 因为先观察每支球队的踢法 之后才正常下注 就会更加稳定 另外最近 我自己也有看下 这个队子世界杯 但是我自己建议 大家千万不要那么大注 因为女足看得少 所以始终不是那么熟 而且我自己看了个分组赛 感觉上是完全没有露竹 包括上下盘 大小球 他喜欢怎么开就怎么开 很难去捉路 所以如果你问我 单场的女子世界杯推介 我就真的没有了 但我都可以说 我自己看好哪几队 比较难换球队 因为如果少住去玩 太热门 赔率低 买来也没什么意思 不如博一下冷好 首先我看好就是 东道主的澳洲队 看过几场他们踢球员技术 就不算很差 战意就真的挺高 加上有主场之利 我看好他们最起码可以入到四强 然后就是这个阿玛加 这队真的挺抵博 因为我看回马会赔率 现在买他们冠军 还有一百五十倍 为什么会看好他们呢 因为他们防守真的挺好的 分组赛看回他们其中一队 到现在为止一球不失 但看回他们同组对手 其实是有法国和巴西的 他们这样也能守得到 一球不失 可以看到他们的防守 真是有点适合 虽然他们入球能力 就不是那么好 但这类球队 分钟被他们守和 然后射十二码进级 所以我自己觉得 几十元买他们冠军 卖了一百五十倍 都是OK的 好了 今天的推介 先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